四位主持人, 你好 親愛的四位主持 幾位, 我現在很煩 幫幫我吧, 你們 愛上好姐妹的未婚夫, 一發不可收拾 前晚, 爸爸有情緒勒索我 那一刻我真的受不了 在她面前爆哭了 沒想過我會在中學校有派對 疼了那個十年沒見的舊同學 我這個月喝酒, 喝到我都有點擔心自己 真心瘋了 我現在做的那份工作, 覺得很厭煩 看不到前路 我不知道我的生活應該怎樣下去, 很灰 現在我37歲, 周不時都要說服自己 我單身應該是最好的選擇 我可以怎樣做 你們說怎樣開始好 你覺得我不用擔心嗎 幫我吧, 請你們教我怎樣面對她 好苦惱, 救下我吧 她們寄信來的時候, 其實心裡都有個答案 我們四個的回信 當時人是未必合聽的 但是四個絕不一樣的解答 我想總有一個能幫你試試的 李家豪 麥志華 蘇根哲 朱福強 每週慰勞 慰勞不取暖 請到 W-A-I-L-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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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C-O-M 慰勞.com 收聽Podcast YouTube 心談節目 慰勞不取暖 解憂四人台 無底心談 李家豪 李家豪 麥志華 蘇根哲 慰勞不取暖 就此拋低今天一生工作 伸出相比 再擁護這片海 倆 已往愛最深語不知不覺 那些好友 已經失去 兩套 說他空出一天好好思索 滿足工作 借火心著偏失落 你与我与他都变得疏远 要关心你也都需要动作 今晚你会再寻我的一个地方 怎么可知你今从前无分别 若你直至现在还是爱说话 不知有说有事这对象是我吗 听见了这熟悉的情侦 一生不适竞争原来无终着 习惯自我时刻变差太慢 身边一切东西都说不得我就很难 我会再寻找你 开始今天的慰勞不取暖 大家好 听到了少了朱福强一把男声 但换来一把相当漂亮的女声 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文化教舞 叫做郑天怡 当之无愧了 叫你文化教舞 我有个好朋友 我之前也跟你提过 真是你的头号粉丝来的 由你在信部写文化新闻 一直都问郑天怡走了去哪 一直追踪到你开创文化者 一直都是跟着你走的文化新闻 到今时今日想知道最前线的文化资讯 一直是跟着the culturist的 所以当朱福强今天要请假 找谁上来蹬脚 跟我们回答信 尤其是刚好 我最近有些信 都是跟一些文化的角度有关 立刻想到文化教舞 请他上来 其实我是想用文化苦力 或者苦工 或者文化农夫 应该会好一点 文化苦力应该是马仔去做的 文化教舞是个mastermind 所以今天很感谢你 因为我们正正要处理 如何回答的时候 朱福强就加人在海外来探他 多谢你今天做一个客席的围奴友 多谢你 多谢你们给我一个机会 欢迎你 Ju 今天这封来信 由你交给你读出 Candace的来信 若你直至现在 还是爱说话 不知又说又笑 这对象是我妈 平衡了这熟悉的秦宅 為勞主持 你們好 我和我的新男朋友交往已經快一年了 但是事情並不如我所希望這樣順利進行 我們在一起最初三四個月 是充滿了令人興奮的約會 和浪漫的時刻 他帶我去看Fringe 去看《大狀王》 介紹我去他口中最喜歡的Street Art 甚至陪我去戲曲中心看過幾場戲曲表演 我以為我終於找到一個 和我共享對文化和藝術熱愛的partner 然而事實證明我錯了 原來我的男朋友對文化並不敢興趣 我逐漸發覺他只是假裝喜歡這些文化的活動 以便給我留下一個好的印象 現在我們一起已經一段時間了 他大部分的空閒時間就是看球和健身 剛步入30歲的我 開始感到自己已經陷入了一種困境 連一種最初的興奮 後來都變為平淡日常的模式 在我和每一個男朋友之間都發生過的 起初他們都是對了解我 和分享我對藝術文化愛好感到興趣 但一旦他們追到我之後 他們似乎失去了興趣 不再努力了 我開始覺得自己 可能我永遠都找不到一個真正欣賞我為人的男朋友 要求一個依然會追我 並且會分享我對文化藝術熱愛的partner 是不是太過分呢 多謝你們 Candace Candace的來信 鄭天怡 你就是跑了文化新聞這麼多年 文化者的創辦人說文化 開正你那一番 現在Candace的苦惱就是 男友扮有文化 不是文化者 不是culturalist 不是文化人 那這一群你第一個反應 覺得是不是注定不看好呢 其實我覺得封信很現實 因為在我接觸的人裡面是相反的 怎樣相反化 男女角色調換地怎樣相反化 即是我身邊的人 很多都是喜歡文化 可能他們很想他另一半 就不要那麼集中喜歡文化 你最好 你喜歡別的東西 你因為不想大家的共同話題 就是單一在同一件事 不是 他不想他做一些行 是不是 但是你說有些chase 喜歡他一起看手影 一起看play 看大狀王 分享 對 分享 他不喜歡他做一些行 應該是說分享是沒問題 但是如果大家純粹 只是喜歡同一類的東西 譬如他剛才說 他都去戲曲中心 看了幾場戲曲 大家 他還未三十歲 覺得這個Candace 可以來應徵做文化者 所以在我身邊的人 他們反而是喜歡文化的人 他們希望他的另一半 是多元化一些 不要大家專一說來講去 都是那樣 我同意 我可能是女性的看法 譬如說我男朋友 甚至我現在是老公 我覺得我們那個愛好是不同的 等於很多人都說 一對男女應該是一粒一突的 我可能很衝動的 他就是比較內斂的 就是這樣才可以相處得長久 是包括了興趣這件事 如果大家都是做了那一行 有時真的挺悶的 講完那些東西都是一樣的 不過如果你說拆開一下 或者說不要一樣 這個完全理解 但是對於一個 喜歡文化藝術熱愛的人 他是覺得他的另一半 他的男朋友 是沒有文化的質地 他是想他有些文化的質地 骨子裡可以散發一些文化的氣息 那個可以很闊的 譬如說你是喜歡舞蹈 我不喜歡 那個可以闊的 但是不頂得信 就是說他本身不是文化人 但是你又假裝有文化 假裝有文化原來你不是 但我反而很欣賞 如果有一個男生追我 為了追我 做一些是我喜歡的事 我很欣賞 我都欣賞 但是他現在就是說 你欣賞完他這一陣子之後 他馬上就腦瘋了 被他走回去看球 不是的 他那裡不是說 你揭露到他真面目 而是他覺得 你已經感動了你 夠了 你就做回你 那我就會開始 他說他喜歡做健身 他喜歡看球 我覺得現在輪到我 我又學一下看球 我又和你一起去做健身 我覺得男女的交往 你說多好 我寧願他不要去跟我 聽古典音樂的時候 在旁邊腳腳腳 在那裡打鼻鼻 我寧願他不要去做這件事 我想他不同意 你笑到肚子都亂了 是甚麼事 是不同意 即是這樣 我很容易就把男女相處 套進去 我和Lily的模式 我和她有很多年的時間 各自很幸福 很恩愛的生活 但是這樣 完全談不上文化 先說一說 相信聽開Podcast 一定是知道Lily是誰 不過 如果你是第一次 訊息我們的Podcast 那就是蘇根捷 有個多年 現在過了新大筆 但多年 女神 女神 真是合拍到不得了 你聽得出 任何聽過Lily的往事 都想見一下她的真面目 就是這樣的女神 說得好 為何她和你完全很不同 我不能夠說是一個沒有文化的人 因為以前大學兒科的文化課本 都是我寫的 Lily也都在多倫多大學畢業 他是雙科的 但是我記得我最初追求他的時候 就是我這個大學教授 和他這個雙科奇才 我是教他做玻璃跳棋 很童振 是的 是的 一點都不文化 也都一點不雙科 和雙方的羞恿完全無關 所以我不明白 為何Kindy一定要找一個 和她有共同文化羞恿 共同能夠分享的對象 就是我絕對從來不會和你們說 我在文化方面的見解 或者知識都不會說的 那大家有很多可以尋求樂趣的東西 還有我覺得朋友是很多不同的 variety 那你可以由你的腳去一起看大狀王 或者你有你的腳去看一些文化活動 可以分享 那當然你家裡那個 你另一半你都可以和他分享 但是他不一定要喜歡 就是我不一定要我所有我喜歡的東西 他都要喜歡 這樣就變成兩個很相同的人 就是我反而覺得 那些樂趣少了很多 是的 央處的過程裏面 最開心或者最有趣 最過癮的地方 就是發掘大家的不同 然後可以在可能大家的矛盾 或者大家的癢癢癢癢裡 找到一些共同的話題 或者解決的方案 我覺得挺好 我補充一下 Tiny的外勢 是馬先生是一位善客家 是 成就很高的 所以我都不理解他的世界 是 不理解我們的溝通 如果你說 在Candace的腦海裏面 我試一下 Devil Suffolk 嘗試代入你那裡 Candace 我不知道是否Candace 看了很多Woodie Allen Woodie Allen的電影 很喜歡 是Woodie Allen 和Diane Keaton 那種 雙方 文化來文化往 一個文青女神 喜歡是一種 這樣的感覺 你不可以硬硬 給Candace 你要喜歡 和你很不同的男生 她真的可能很喜歡 Woodie Allen 那種類型 可以拆開一點 但其實Woodie Allen 都是很喜歡找 Johanson 這些大波女神 其實身體是很誠實的 但是如果Candace 看了Woodie Allen的電影 她有這種fantasy 當然 剛才說的 應該這樣說 我承接你這樣說 Tiny 我在想會不會 其實Candace 都是這種女神 因為 一個男士 她明明不喜歡文化 又要去戲曲中心 又要看French 一票難球 一票難球 還要幫你大狀王 一票難球 做這麼多事情 我相信 你都應該是 女神 你才要明明 你不是這種人 你都要花這麼多心思 去追Candace 現在你的問題 就是說 你分享 找一個分享到 你對文化藝術熱愛的partner 是不是太過分呢 這個是她的問題 是不是太過分呢 我就覺得她好像分叉了 兩條應該是分叉的路 她要把她合在一起 等於剛才我說 我教你 你把玻璃珠跳棋的時候 我是忘記了自己的背景 我想她也是 在另外一種很簡單的東西 在上面來追求大家的樂趣 等於Candace 何必一定要找戲曲 找大狀王呢 你都可以撇開這些東西 找玻璃珠跳棋 來娛樂一下 培養一下感情 就是這些跟雙方的外線 可以凝聚在一起 而氣缺可以放開一邊 這個pattern 就是這個模式 它已經是彎了幾次了 因為她說她試過過去 每一個男朋友之間 都發生過這種模式 最初也是很有文化去追求她 興奮過後 就轉為平淡的日常模式 如果既然蘇根哲說 你捉錯容神的時候 或者是分叉了的時候 其實她更大的疑難 會不會是 為什麼這麼多段感情 都是這麼熱刺 這麼有文化 搞一下 就是陷入了一個 轉為平淡日常模式的時候 都是說 她還是解不通 對她失去了興趣 或者對她不再努力 那些男友 是不是你覺得跟這件事都有關呢 就是這樣 我絕對不會跟你們說 你兒生的詩 寫得什麼意境 她也不會教我 怎麼去炒股票 或者怎麼做地產經紀 那大家可以放開自己的背景 找些共同的樂趣就可以了 Kandys都可以的 可以在六舊腹肌裏 作一首詩 都可以有Fusion 還有我覺得 Kandys要搞清楚一件事就是 你找一個partner 你的人生伴侶 跟你找朋友是不同的 人生伴侶 我覺得那個大方向要一定一樣 或者你做人的人生那個哲學 要一樣 或者人生那個信仰 價值觀要一樣 其他的職業不要緊 喜好都是非常之 都可以很不同 這樣才有趣 這樣才有趣 還有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有這個 同樣的經歷 就是我們二十歲的時候 未必明白我們五十歲的時候 會做的事情 可能二十歲的時候 我們還在聽Canton Pop 不理解藍音的 可能到了四五十歲的時候 就是人生月曆多了的時候 可能突然間 喜歡藍音都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階段 也不用這麼戒懷 你們的意思是給Candace一個提議 就是可能雀眼在生活上 你們不一定要有文化的樂趣 可能一些小的東西 包括你剛才說 和你們做的蘇寶士說 一些小樂趣 你開給Candace的方向 反而不要說 你怎樣尋求一個有文化質地的男友 而雀眼在你 如果你是愛你現在的新男友 就嘗試發掘一下他裡面 的一些他的世界 是不是這樣 沒錯 我想Candace可能是在找一條蘇眉 蘇眉 但他就 可能那個雀眼點 就太已經設定了一個模型 就是他可能想要一個人 是好像蘇生那樣有文采 又那麼喜歡文化的 但是其他東西他覺得都不需要扮 或者應該他本身就是那個質地要有 但我正想問你 天儀 如果Candace真的喜歡蘇更捷 那樣的 是有什麼問題呢 但現在我們教她 就說 你找一個不是蘇更捷 那樣的 不過你發掘他裡面 一些小的特色樂趣 即使他不是詩詞歌夫 楊楊晶 不是玉大夫專家 但他真的喜歡蘇更捷那一隻的時候 那其實 是不是應該是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只不過他遇上 個個都假裝是蘇更捷 現在問題就是他遇上三四個都假裝是蘇更捷 每週為露, 心談解憂 李家豪, 蘇更捷, 麥之華, 朱福強 為露不除亂 獨對星空 黑暗是這樣濃 多少緣來緣去 怎猜得重 人在這廣闊的宇宙 是空空一瞬 走淡出將天邊彩虹 但我一心 總要畫上內容 總要畫上內容 不可能 有事勢操縱 無論我 破過幾次空 跌得多重 但夢想是永不告終 但夢想是永不告終 再向星空 指角夜也空 現意足世幾多變動 流淚學廣闊 靈靜街 緣花做夜半清風 世界似空 天也未似空 難明是快樂是沉痛 冷笑一聲我又何妨追蹤 一點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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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心性傷痛 不再冰凍 蘇柏席,我不是代理答 但以我,好像天儀說得對 想回二十三十歲的時候 很慘的一件事 就是蘇更捷這些文化人 她未必喜歡一個 可能像Candice那樣的女生 要問回你了 現在麥芝華 扔了一個問題出來 就是Candice 你很喜歡文化人 二三十歲 喜歡蘇更捷那種 福有詩書氣自華 說話 散發了一種文青味道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蘇更捷幾十年前 二三十歲 我有幸見過 都是很有文青氣色 有一種這樣的感覺 最近在Facebook訂了出來 所以我有幸見到 或者你不介意 我就轉發在我們 我們為了不取暖的Facebook 麥芝華就說 一個二三十歲的Candice 如果你都喜歡 二三十歲的文青少年 青年蘇更捷那樣 二三十歲的蘇更捷那樣 但是她說 二三十歲的蘇更捷那樣 或者那些文化人 是不會喜歡 她喜歡Lily 所以她喜歡Lily 那你先回答 Lily不是我這方面的文化人 因為這樣 其實文化這個環圍 我講 任何生活的痕跡都是文化 其實譬如這樣 我從頭到尾這幾十年來 從未遇見過 另外一個喜歡Lily 是你而生的女性 即是說 其實你要找到 志同道合的人 其實也不容易 Kendy是沒有這個必要的 因為我和不是欣賞你而生的人 一齊都一樣很愉快 譬如Lily這樣 除了做玻璃圈跳棋之外 也有很多可以一起很開心的事 這個邏輯明 不過麥芝華就說 在一個二三十歲的蘇更捷 或者一些文化人裡面 男士裡面 其實是特別 不會是喜歡同樣的女士 因為覺得她們扮 我沒有辦法說志華 對還是不對 為甚麼呢 你自己 有喜歡過一個文化女生 為甚麼呢 因為我從未遇見過 即是沒有 你沒有遇見過一個少女鄧小華 喜歡你而生的 你有沒有遇到一個 類似少女鄧小華 那個年代 鄧小華 是少女的鄧小華 在那個年代 你沒有遇過一些少女 是一種這樣的文化質地 你沒有的 好像有人笑到 躲在腰上 我在想 綿綿的鄧小華 會不會都是你一杯茶 你有聽我們整個集 你只是問她 有沒有一個 即是文化界裡面的女生 你會喜歡過 你是作家協會的 以前 你怎會整個作家協會 有沒有一個女作家 你會喜歡過呢 即是等於這樣 你說我貼過那種想出來 文青時期 即是搞民社的時期 當時的寫有 男男女女都有 是的 當然 你不要避開不回答我們 喜歡 小女李默 你遇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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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默不是我女朋友 不是 我意思是說 你有沒有心意的 我意思是說沒有 你剛才答案是零 我沒有遇過 我是覺得沒有 那些少女的文化人 有 我的文書寫完 她都是喜歡文藝的 麥芝華的問題 就是當你見到這些 和你差不多年紀的少女 文青少女 文青少女 你會不會追她 她說 麥芝華就覺得 你是不會喜歡文青少女的 那個年代 你的答案就說 沒有 沒有遇過 沒有人拜你 不是 我所謂沒有遇過 是沒有遇過這些 講愛情的女生 沒有令她心動過 Candice死了一條心 不講愛情的 不是女朋友的 就多了 那為什麼沒有遇過情呢 為什麼沒有這個味道呢 因為蘇生可能也喜歡 Johanssen 那一類 那一類 Skylet Johanssen那一種 沒錯 她要這樣 要求是高的 我也知道她是 因為蘇生有分享過 女神極品的本質 就是要漂亮和蠢 漂亮是很容易找 但又漂亮又蠢的女神 她說很難找 甚至說她要養她一輩子 最好你不會賺錢 她要這樣 她要這樣 不是那個魏康 但你也是堅持這個 我贊成她 我贊成她 你贊成她 李儀 魏康 白癡美女 但Lily是很Smart的 但她不是文青 她不是文青 但她小鳥依人的時候 都可以很 很依附 蘇生妍 不太好像文青 女性那樣 喜歡去 表現時期 對 對 不過你現在 那位女伴 都是高級知識分子 所以 但是她懂得 白癡 原來又有嚇一股 這個真是難 這個 所以 芝華就說 你曲線都同意了 Candace不斷尋求 總好似二十幾歲 蘇庚哲式的男士 就差不多死了一條心 當然你也說得很清楚 你不可以當其他男士說 不過你身為一個 少年的文化人 二十幾歲的時候 你就很清楚 這些文青少女 不是吸引到你的 是啊 沒有吸引到 為什麼 其實 你未問我之前 我從未想過 現在想 就地想 為什麼 我想 其實 那個喜歡文艾的字 是一個很短的時期 也有人說過 你少年的時候 是應該喜歡文艾的 到你年紀大早 你還是喜歡文艾 你就是老天真 我可以假設一個原因 這些文青或者 喜歡文化藝術的人 都是喜歡想的 都是喜歡鑽牛角尖的 好像林黛玉那樣的 就是好像上春被秋 就是很感性的 他們在越人無數之後 他反而覺得 比較單純一點的人 是吸引的 就是我有這樣的假設 我不知道蘇珊 認不認同 家豪你認同 這個就等於魏康和蘇根哲 那個愚蠢嗎 你說不用太有力 我會用單純 我不會用愚蠢 但那條line都是一種 就是不要複雜 那樣東西 很複雜 因為他平時看書 或者他對的人 都是很複雜 都是喜歡鑽牛角尖的 那他反而吸引他 就是一個小孩子 你不要那麼多要求 不要那麼多辯駁 那些人是很吸引的 所以做健身啊 就是打球 就是沒有路 是啦 所以一想一想 就生活得舒適了 不要大家都不斷不斷 不斷很複雜 或者反過來看 會不會是Kandace式的男朋友 其實他們就是很單純的人 他們反而喜歡 在單純的生活裏面 有一些漣漪 可能 看大狀王 對她來說是很特別的 如果看大狀王 有你在旁邊分析給她聽 為什麼那些廣東話的詞 可以入到曲裏面 會不會是一樣可以令她 她就會覺得 哇這個女朋友真是厲害 是啊 我做了50下 掌上壓之後 都有這些 對 不過她看了幾個月 三四個月 大狀王和舞台劇之後 但就變成了 追到我之後 就似乎失去了興趣 不再努力 如果是應該是 保持著那種振奮 保持著那種 complex 和簡單的 那種互動的興奮 是持續下去的 因為一得一得 但她就說 三四個月之後 這一種你提到 非常好的chemistry 又說 一旦他們追到我之後 就似乎失去了興趣 不再努力 因為那種激情 激情 激情 或者那種很sophisticated的關係 或者那種 其實是對的 其實是對的 放鬆了 但你剛才說了 很累的 你又覺得另外一種 因為你的 theory 聽起來很棒 或者很困難 很困難的人 喜歡一個簡單的 或者很 fascinate對方 跟我這麼不同 不過如果是對的 這個理論應該是持續下去的 不過你剛才說 都可能太累了 因為三個月之後 因為會審美疲勞 對 還有你的婚姻生活 應該是這樣 你兩個住在一起 一起生活的時候 你就要很放鬆 活出你自己本來的 自己有自己的me time 和空間 我想說一件事 就是文化人 我經常都覺得 我自己不是一個文化人 Kandace 我要告訴你 一件事 你將另外你的partner 如果不是文化人 你一定是會逼她 入你文化圈子的朋友 那裡來交往吃飯 對一個不是文化人 去到一個文化人的 吃飯飯局裡面 非常辛苦的 還有你會覺得 有一件事Kandace 我告訴你 你會覺得她很失禮的 有些人 不是幾好的文化人 會刻意考她的 但是很多文化人 都比較偉善的 是的 還有她很圍勞 她就要問你幾句 你對大狀王的看法怎樣 你的男朋友 或者你的另一半 是啞口無言 你會更加覺得很慘 如果她很介意 那她不就是想找另一半 就可以出得大場面 是啊 但是如果你是發覺這樣的時候 對不起 你要努力去找一個文化人 你現在最好就結束了這段情 但是剛才我已經 我自己感覺到 就是一個文化圈之外 我去看文化界的男人 是不會喜歡文化的女人 就是自認文化界的女人 現在你看看Candace的情況 就是她說得很明 她就是想要一個 出得大場面的一個文化人 文化者 去做一個 剛才問過很文化人的書 但是她說 每次就是一個模式 就是對方是 扮演 扮演 對文化感到有興趣 對藝術很熱愛 但原來就不是的 但是她又洗濕了頭 又開始了這段關係 當然是有喜歡她 頭洗濕了 她又不是那一隻的時候 就是那種進退兩難 其實我覺得封信的超現實 就是在於 她做Due Degence的時候 Due Degence 好像不太透視 愛情是盲的 那你就要不就繼續盲下去 要不就不要自己 不要找這些 反追回一些文化人 蘇博士 追阿蘇博士 既然李儀和艾空 是喜歡白痴美女 其實反過來 Kindex都可以 男一男 這個男朋友 其實是一個白痴俊男 或者起碼不要說 漂亮不漂亮仔 起碼她練健身 身體一定是很健康 很好看的 肌肉男 是這樣的 白痴健男 不要說進男 反過來 有些道理在裡面 這個是人間的神品 即是你把魏康的理論 反過來 變成男友 一體裡面 不只是男 藍版極品 藍版極品 為什麼呢 因為容易控制 她可能練到周身肌肉 滿足你的時光美感 手按都可以 先問女士 是不是剛才天兒 你扔出來這個理論 就是魏康的理論 而蘇根哲 就將它再變成一個 所有的性別都通用 調轉頭來看 問女性才公開 因為這個是他們的眼光 你這樣扔這個理論出來 天兒和芝華 是不是合作的呢 現在她叫Kandice 你試試套用這個理論 如果對方是一個單純 俊男 她沒有說是否英俊 Kandice 健男 健男 也沒有說是否健 她喜歡做專輯 一定是 可能是林雪 喜歡做專輯 林雪也可以做專輯 是吧 林雪踢球很少 可以 不過意思是 你這個理論 如果是一個清純 沒有特別複雜思考的 是一個做健身 踢球的林雪 是不是都是通用的 應該是 都是的 OK 要問天兒 就是這樣 在他們的公式裏面 第一是 美女二百次 第二是 炒勇二百次 到第三才到美女 那你 林雪都是中間那艇 來吧 好 好 哈囉 好 好 。 好 我真我對你, 兩首滿意 學祖詩, 實是論詞 愛上你, 生命長出風旨 人真對你, 劫上你一次 最對我, 等你心癡癡 一家一, 行賣就是意 你真我有似, 多對 想真點, 兩面有似是天使 方知道, 戀愛意思 I love you, 我怒吵詩 I love you, 還沒轉 I love you, 方歸詩 其實我全合意, 無謀沾在意 希望你明白我真意 我真你, 真傻的意 學祖詩, 實是論詩 愛上你, 生命長出風旨 如果林雪又是用這個hierarchy 是否也是這樣是work的呢 都是make sense的, 如果是在你自己 測試一下這個理論 我覺得相處是一件事 而且那個人是一個package 他做健身只是他喜歡做的事 他本身的底混 譬如他善不善良 他跟你相處, 大家合不合 開不開心 或者你喜不喜歡跟他一起 很簡單, 這些是心理和心理的一個反應 我舉個例子 我們的祖詩婆婆 她真的喜歡 她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女神 她又喜歡湖南城 湖南城也是很深厚的文化底子 那work not work out 所以她的結局很不幸 還要賠三十萬給她 但是張愛玲就是喜歡湖南城這一隻 她不是喜歡林雪 她不是喜歡一個 她曾經嘗試 她沒有聽過我們節目 原來張愛玲聽了遺爐不取暖的話 時空是match line的時候 她看通了的話 選一個建籃版的林雪 或者舒服一點 舒服一點 未必開心一點 但可能會上去 那就是說 其實你覺得Candace 現在就是執著於要一個湖南城 所以就找了這麼多的痛苦 她不斷 每一個系統 都是找一個湖南城 只不過她都扮 湖南城 湖南城都扮 她在某程度上 是不是 她去探望她的時候 又把信放在她的門下 當張愛玲覺得自己找到一條鬚味的時候 發現她找到一條多春魚 她是很私春的 是不是 她都有一個落差在 那我覺得Candace已經太定型 她要找的另一半 是要這樣的了 她已經設定了一個很具體的形象 到那個落差出現的時候 她就覺得那個人欺騙她 還有你跟危空年輕的時候 可能跟Candace是一樣的 是要到很多經驗之後 才總結出這個白痴美律的結論 就是文芝華才開始 做過很多扮演 見過很多又厲害的人 突然之間很特別 大家討論就是 有一個形象出來 就是Candace 如果你想像一下未來 張愛玲可以是一個人版 如果你這麼喜歡這個文青的男士 或者有財情的男士的時候 最後會不會很像你鬆緊在口中說的 哇結局很悲慘呢 如果你是跟著這個祖師奶奶的方向的話 所以懸崖立馬 就不要找一個湖南城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如果你是沙特 你找不找到一個波蛙呢 這個又是一個很特別的個案 又不要說到那麼死 但是起碼他們已經 assume 我們有一個很奇特 跟外界不同的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你兩個人都認可了一個 relationship是這樣 你就不要駁斥說她是假裝 就是假裝的東西 剛才呢 文化教武呢 你剛才 文化教武 你呢 就特別提到 喂 Candace 如果你真的這麼緊要 要找一個文化人 做你的男友的時候 你每次都被人 扮成文化人 那就騙了幾次了 那你的due diligence 做得不夠 就是你去檢查她的背景的時候 等等 她是不是假裝的東西 你做得不好 怎麼檢查呢 怎麼做一個due diligence 其實很簡單 就是未去到due diligence 譬如你看完大狀王 你問她 她都說得出 是不是 就是岑偉忠是誰 她做過什麼 作過什麼詞 你完全 除非你不跟她討論 不是怎麼會 不是的 她真的做好功課 就是一個project 不會的 我覺得不會的 就是你 很容易拆穿的 很容易拆穿 我想加一句 平凡人來看 我都是用回我 最初講的那樣東西 這個價值觀 的人生的方向 那樣東西 對剛才阿天儀特別看 她是不是一個很開心的人 還有她是不是很關心人的人 這些很重要 男人呢 你找男朋友 或者找丈夫 最重要是大方 就是不要這麼妒忌心 好了 Candice 我教你一件事 就是你可以有很多文化的朋友 但是這個丈夫 或者這個男友 不可以妒忌的 因為大家可能 聊通宵的 聊一件事 聊大狀王 可以看完之後 可以通宵在這裏 講這件事 那個丈夫 如果是可以容許 老婆 或者你的女友 是有這班 這樣的朋友 轉載 我覺得是 是完美 這樣就最完美了 一個 做健身 好像蘇根捷說 壯男見男 作為丈夫 眼睛看的東西 都已經很過癮了 還有她很疼你 她甚至開了個飯局 招呼你那幫文藝的朋友 來你家裏面 喝一下酒 吃一下東西 她煮了菜給你 最棒是這樣 我是很希望這樣 其實她要愛你的力度 是大於一個文化人 是的 不是 不是 那樣東西救了 那樣東西 之話說的這個是對的 有一個很現實的例子 就是民國初年 首席才女 林輝音 她是很漂亮 她和她的老公 也都是有共同的文化興趣 大家對於古建築 是很在行的 也是因為每天都有 她的朋友 在電視位置在她家的客廳 在那裡聊天 可能聊天 都會有的 只不過就是這樣 她都出了問題 是 因為林輝音 都曾經很痛苦 跟她老公說 她喜歡了其中一個 叫做金惡男的人 精神出軌 精神出軌 肉體就沒有出軌 因為林輝音 她最喜歡 現在有很多粉絲 就為她流口水 但是她就不會 跟這些粉絲 有什麼肉體關係 剛才這個 就沒有肉體關係 但是她愛上了這個男人 她也都跟她老公 很坦白地說 她老公就說 給她自己選擇 那最後是那個大三子 覺得這個老公真是很認識她 太太 很喜歡林輝音 她自己退出 而終身不脫 這個就只要說 那Kindis呢 如果是喜歡 你所說的這個文化人 會不會有一天 她又愛上了其中的一個文化人呢 會 我也覺得會的 多情 是的 因為文化人是這樣 所以那個丈夫那個大愛 真的要很寬闊才行 她是不是好像南崖辣馬呢 即是說 不會有肉體的關係呢 如果林輝音和江岳男 是有肉體的關係 整件事就變世了 是的 那這個男生要做到梁思成這樣 就是要做到 又英俊 哇 做到愛過老婆 愛到 對方都感動的 你是這個質地 蘇根哲我覺得 你剛才說的那個位 她其實是有文化的人 但是她會扮白癡 還有她會以扮白癡為樂 你會不會的 扮不到啊 蘇先生 你這麼小看她 湧泉 她那些 湧泉 那個銳智 那個銳智 她就是調轉頭的 這個Kindis那個男人 那個男人 就由不喜歡這些文化活動 有文化活動的愛好 是吧 而我現在這個女伴呢 就調轉頭了 她是有文化的 但是就扮沒有文化了 不喜歡了 其實我很讚同阿芝華剛才說 如果你真是 本身Kindis你是一個文化人 那其實你真是需要很多朋友 陪你看不同 講三聲 講三聲 或者去討論 發夢也好 因為那種討論 可能是你和外面的人 去討論是 過癮過你和自己的另一半去討論 就是我和蘇先生都經常討論 那些三仔四仔裡面的男人 那這些我不會跟我先生講 因為他不會理我 總之我講壞事他都不理我 就是我會有一班最佳選友陪我 聊這些事情 但是譬如我看畫劇 或者我看戲曲的時候 我又可能和不同人 其實我覺得這個很好 我回家的時候 就和我先生說回 我們喜歡說的東西 其實完全是沒有抵觸的 就是你不要殺死 說你要找一個人 他又是你的秀美 又是你的性美 其實你很難找到這麼多功能 但是如果你想想前幾步 如果Candice找了一個不是文化人 那時候當然 好像你這樣說 生活上可以發掘男友 另外一些 哪怕他簡單些思考 可能生活得更舒服 或者生活的配搭更好 而你自己的社交圈子 又有些文化人 那何樂而不為 你依然可以challenge你在文化圈裏面 就是繼續去想得更加複雜 想得更加深層 但是生活上可以有一個 生活得簡單 思考得簡單 生活得有樂趣的老公 那就行了 但是 現在我們說那種臭味相頭 你的社交圈子 那種臭味相頭 那當然是文化人 有時文化人 你始終他們比較有魅力 會不會是 那你好像剛才這樣說 容易出軌的 就是有沒有一個陷阱呢 就是因為你 老公不是這種人 那現在你剛才說了很多好處 那大家結婚了 那但是在最後一路走下去的時候 你的婚姻以外 很多文化圈子裡面 你總是會遇到一些 很有財情的人 會不會 還有剛才也說了 蘇姊慈 有時可能是精神上那種出軌 例如文化人 可能被這個肉體出軌 有些人覺得是更要命的 是的 那會不會 其實也擺在自己的陷阱呢 因為你不是說別的範疇 文化圈子裡面 你的另一半不是 但是你低下骨子女 就像Candace那樣說 其實我很喜歡 對文化、藝術熱愛的人 那你又說 又開一個不同的圈子 在你的社交裡面 那會不會很容易 擺在自己一個危險一點的境地呢 我覺得這種人 最好就是不要結婚了 你如果… 是沒有結婚 是的 是一個創年份 認識不應結識的人 少偉一生浮話霧 非要換來他會非了的關心 情感永遠沒命分 將心筋不對稱的求 拖拖奶奶就不作 驚世故事只得沙啞聲音 愛似愛親難親 擁抱緊抱 擁抱盡頭是黑韭 最容易著人難搜 放天霧地也難跟 人間有夜恨情人 沒伸首請求我的神 生生死死原來霧 非要換來他半天半天為憑 爱似爱亲难亲 拥抱尽头是黑暗 错而错 忍难忍 翻天覆地也难更 或者这就是荣幸 令今生不爱我的人 字字算算流传着他与人被逼我伤爱的传闻 如果你是这种人 我宁愿真的有一个sex partner 另外我有一帮文化圈子里面的朋友 我觉得如果你觉得你这么容易去动情 或者是精神 或者是肉体的出轨 我觉得这种人是不宜结婚 但他不知道的 肯定很难知道 知道的 不过你现在三十岁 慢慢你就知道了 二十多岁可能不知道 但是你三十岁左右 大概知道自己是不是有这样的倾向 我认识一些朋友明知自己是这一种人 就没有结婚? 不结婚 但是很多朋友 多到不得了 甚至有些朋友我觉得可能是肉体的朋友 帥哥 肌肉男 不要紧要的 但是你讲得不好听些 你不要害了一个人 有这样的人我都见过 而且不只是一个半个 都很多 文化圈子特别多 我认识很多都是文化圈子的人 刚才天年说 他会跟我讨论三仔四仔 但是我们都是成熟的人 纯粹是为讨论而讨论 不会说想起什么 三仔四仔那些关系 绝对不会的 只是作为一个文化圈子来讨论 但是会不会其他人 不是那么成熟的 就会不会呢 那些人是借义的 那就是 我自己觉得一般的人 是不会这样的 是知道有个规范在这里 只不过就是 成熟的人 是的 就是多数那些人 如果是有很多样东西 是出轨的时候 是给你自己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 你明知道自己是这样的人 是管不住自己的 那就最好不要结婚了 还有我觉得结婚 都很多个层次的 有些人结了婚 可以分开住 有些人结了婚 可以两地 有些人结了婚很亲密 那这个是 我觉得结婚又不代表 又不同的 现在Kandace的情况就是 如果他问你 现在他处于一个状态 简单来说就是 他继续 已经洗濕了头 现在他就是在酬脆 还是说 不是了 你既然不是这种 你就快点去了断他 还是说 换个褲子眼镜 即是说 你现在其实是很幸福的 如果按照苏根捷 刚才你说的 不是 阿天怡说 你找对人 你就是应该要这个 所以 其实你是无病伸淋 因为 不是那么容易找的 有时都可能是这样 我觉得他放闪而已 是啊 真是惨 原来在结果是放闪 最后一句 你会给Kandace 如果她说 咦 我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不应该再追求 文化艺术业爱的partner呢 她问你的原文 是不是太过分 那如果你最后 要给他一句说话 你的最后一句 默之话 我觉得呢 现在这个男朋友 是不错的 因为她是尽了她的努力 陪你去看大藏王 又陪你去street art 她已经是用尽方法 她打算追到你了 她就说放松了 就是放松了 我觉得这个男人 是值得追求 但是只不过 你就要看一看她 是不是一个很大方的男人 你就要跟她说 我继续有很多文艺的朋友 你容不容许我 是结婚之后呢 仍然可以继续 跟一些文艺的朋友来往 分度和其中的一个去看戏 不行不行 一定有一班 是其中一个太危险了 我有一班的 一班人的 我觉得如果这个 说定了之后呢 这个男朋友 是值得再进一步 考虑和她结婚 问一下教母 没有想过你给的答案 不是要Candice 去追求一个文化者 不是喔 这个最后一句 没有想过 如果你觉得你的男朋友 是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我想你应该要修改一下 你的条例 和真的像你所说 换过眼镜 因为其实 什么都是一个package 什么都是放在你自己心里面 的情 你觉得这个人 可不可以跟你相处 因为生活 拍拖是两样东西 你生活到 就是你拍拖很甜蜜 不等于你之后可以 一起走下去 这个你自己要衡量一下 如果他是一个文化人 但是他每晚去了花天酒地 去喝酒 或者他对你不好 或者他又不孝顺 那这些你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那可能你自己要 放在你心里面 秤一秤 还有做Dual digit 是啊 你记住 Chall好一点先 是 我想大家都有一个 比较共同的趋势 就是认为 Candice这个男友 其实是挺好的 Candice就说 要找一个共享文化艺术的partner 这个我就觉得 你可以找无数 那么多的partner 但是这个partner 不一定要是你的先生 先生就只可以有一个 但是这些爱好的partner 可以有无数的 就是说 等于陈正志华 就是共和 你可以有很多 共享这些文化艺术的朋友 你如果叫他做partner 都可以 但是做先生 这个就是这位建议就够了 至于说 可不可以和单独的一个去看电影呢 只要说就认为不行 你呢 你想補充这点 他一定说可以的 他说可以的 如果不是不会特别提 我想说 天儿会认为得 我不是认为得 我是整天都是这样 那就是 所以我就说 要你的丈夫很信任 这个关系那里很重要的 这个信任度是因人而异的 有些认为不行 有些认为没问题的 而呢 如果有了解这个文化圈里面 就会知道 郑天儿和她的先生 十分之恩爱的 她的爱性 是的 所以呢 在这个 context之下 所以就凡事就没有绝对 而呢 你的例子都告诉她 文化教母也都不一定要找文化教父 因为在你的先生 亦都是她的专长的一个桥座 所以你会找个文化苦力 比文化教父更重要 文化教父和文化教母一齐 应该是会酝酿一个命案 反而你找到一个十分合拍的组合 帮你买完广告 所以如果文化苦力的话 有兴趣 Candace包括你 有追求她的文化者 就知道如何找到郑天儿的 或者呢 如果Candace想找一些 她认为那些文化人 其实都可以在我们的Facebook里面 可以找一些其他的follower 都可以在找的Mr.Wright 是啊 Candace这位男友 既然经常去做健身 那做文化苦力就对了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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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做其他苦力了 就做文化苦力了 一举两得 是吧 多谢你文化教母 多谢 多谢大家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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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残忍 也不交 受筋在紫阵 測虚了的爱 尚在啼黑啼石 情侣 寂来亦发展 尚是普通相处 现在死杀那 才明白是真意 解憂四人台墓底深潭 明天有李嘉豪的回信 從來亦不知,就更在止跡 積除了的愛,尚在驚黑驚醒 從來亦不知,尚是普通相處 現在刺殺雅,才明白是真意 每週慧露,深潭解憂,慧露不除亂